行情完全如同大人哥预告的 只跌到礼拜一 那么摆脱了季报干扰之后 台北股市这两天 已经大涨超过了500点 但是亲爱的好朋友 我要问一下 你手上的股票表现如何呢 大人哥分享给大家的 选股三大策略 你看看哦 趋势成长明确的AI 哇 世新今天又创高了 创意也跟上来咯 另外政策概念 是不是持续的轮动呢 今天生计解封都有买盘哦 投资朋友看的现在是眼花缭乱啊 不知道该怎么选股 大人哥可以交给你吗 好 确实哦 最近委屈的好股票非常非常多 但是该怎么掌握呢 我们节目告诉你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5月17号星期三的 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 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 大家好 哇 台北股市这两天气势如红 果然没有这个季报来拖后腿 那么也不管美国股市 怎么样去耸赢呀 怎么样走弱 我们就是两天大涨超过了500点 你看不管是加权指数 或者是贵买指数其实都创下了波段新高 接下来这个行情会怎么发展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妹妹咖咖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大人哥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确实今天大盘中长上涨了251点 然后先给你看一下这个 真的就是今天量价齐阳 然后指数跟贵买都同创近期的波段高 另外的话你会发现说 今天如果你看其他节目的话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啪的一下全部都涨定版的股票 对 你应该会在别的节目里面 恭喜会员这个涨定 恭喜会员那个涨定 然后反正就是好像都没事情而一样 但是呢 如果你在把时间倒推回来到 刚刚德宇说到的 礼拜一甚至礼拜上礼拜四五 对三四五那个时间点的话 你会觉得好恐怖喔 大盘要崩盘了 对 对 那那个什么什么空头要来了 景气要衰退了 可是这两天的行情 你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 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先跟大家讲几个观念 所以我先跟你说过的 这新闻永远在追求点月数 我们节目永远在追求数据面是什么 然后呢给你比较有信心的支持 就像我跟你说到的 像错杀这一次真的有一堆的好股票 就是他难得蹲下来了 甚至是错杀趴下来了 那你敢不敢在这个时间点去做换股 那我说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有机会 但是你不要等到什么什么 六月份做账的时候 甚至是第三季的时候 那个什么都已经长得高高高的 才跟你说请去确定复苏 到时候再去做最高 真的不要这样做 所以回来到我要先跟大家讲 很重要的几个观念的 其一 请你先看一下8069的元态 今天有没有创波段高到206块 有 然后呢他在上一次开法说会 因为他等一下要开法说会 那我们也有派我们的研究员去参加 他上一次法说会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他不是在喊利空 他只是真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希望 我是翻译那个袁太的讲法 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的 就是让利给我们的客户 那因为我们真的毛利太高了 我希望用扩大市占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市占份额 所以他并不是说他要调降他的毛利率 他只是希望用略微调降毛利率 然后提高他的出货 然后把整个所谓的电子值的市场把它打出来 你看BMW有没有打进去啦 然后你看那个现行 有没有在这边去做一个整理完毕之后的转强 跳空上去 整理之后续创波段高 这就是你看到我说过的 错杀超跌底部打完的元太 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了 像宝瑞 今天下午要开法说会 也是一样啊 恐怖情人节的时候 错杀超跌跌破500 到今天已经在815块的相对高点的保瑞 或者像是创意就是去年那个经典的翻例 因为他就有说有错杀才有翻倍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现行为一直花在这边 去年的乡息是在600到400 可是今年的话你已经看到1000块的创意了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说过的 在行情在下跌的过程中 你要知道他到底是增跌还是错杀 这是其一的一个观念很重要 我认为这个是在讲后续行情 更重要的一个看法的部分 那第二个观念的话 来继续跟大家看这档个股 因为我昨天也有收到 就是曾经专家阮木豪达哥的专访 那因为好像大家都在问 世新世新世新 创新高的世新 对那我依然看好他 然后呢 但是我会用另外一个观念来跟你说 也就是我最近在帮创意 加油 对加油 世新加油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告诉你啦 世新跟创意 他今年的获利已经被确认了 当然他如果有特别好的 什么样的那个下半年 有什么特别好的题材 那是另当别论 可是到目前为止 法人该再看就是40块的世新 今年EPS 因为他是IP的获利王 可是40块到底应该在1000块就止步呢 还是应该到1200块呢 还是到现在今天的1450块 这不是我决定的 我再次重申 这不是我决定的 这是市场上面的资金去拱出来的 所以如果愿意再把它拉到1500块 就是50倍的世新 拉到1800块 就是60倍的 对45倍的世新 然后呢 这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这些指标股 这些龙头股 这些千金股 如果能够把这些 那个所谓的本益比拉上去的话 台股 就来挑战新高啊 这有什么怕的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要告诉你说 千金比价就是多头行情 这个我也说过很多很多次了 所以我再次重申 再次回来到今天的大盘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说过 你看昨天大盘是不是涨了198块200点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说过了 我昨天你看 你去看我昨天的节目 YouTube节目里面 我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我就说了 不要相信 是是而非的道理 昨天的行情 不是提前拉高结算 我没有说 有 我就说过了 不是 这法人的操作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子 他昨天在拉什么 昨天就是拉那个财报利空出境之后 的回归行情 那今天才是在做拉高结算 那今天为什么要做拉高结算 下半段聚保期的节目 我也会跟大家讲的更清楚一点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Telegram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跟你说 散户多空比来到了负的24%的轄空区 就是有这么多的散户 不相信大盘会涨 指数会涨 所以今天的大盘才涨给你看 今天指数才轄给你看 翻指标 对 所以请你 这时间点请你按一下暂停键 然后你去把我的大人哥玩股 这是生计密码 来看一下 我们的大人哥玩股的频道 把它订阅 就YouTube频道把它订阅起来 因为上面有一堆 真的我跟你说有一堆那种教学 别的地方要很多很多钱 我们这边是免费送给你 就是免费让你看的那个就是散户多空比那个教学 或者是像你看那个生计教学 待会是跟大家说啦 然后剩下隔日冲 我也告诉你 你要好好就是顺着隔日冲的毛膜 所以这要跟大家讲很重要的一些方向的地方 那同理而言回来到大盘 当然今天的大盘在 在嘎空到相对高点 下半段会跟大家说 所以因为今天是结算日 那在结算过后的话 或许就必须要再重新再酝酿另外一波的嘎空的抽码 因为今天那个被嘎爆的散户今天就爆掉了嘛 那至于他们要不要再新放空空单 然后再被嘎一次 那就尽情继续看下去 但是我还是讲就是你务必要 逆着那个散户 就是散户做什么 我们就赶快远离它 真的要远离它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大盘今天创下了波段高 那当然离前高那个压力 就稍微有一点点相接近 因为前高在973 然后呢今天的话是相对高的话 今天收在925 那后续的行情的话 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还是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你要好好的 就是在大盘回稳的过程之中 然后呢去找寻那些那个 下半段跟大家说的 选股三方向的那些 中小型的受惠股 因为中小型的受惠股 它的那个活泼度 它的股价的那个 就是它那个股价的 飙涨那个动能的话 绝对远远比 台积电今天不错啦 台积电今天到520 有没有这个 我爱你 不知道是不是520行情 要拉到520来的这个 对甚至故意拉到520 519来 所以今天台积电不错啊 519 520啊 然后呢你看可是今天台积电是 今天是0.74%啊 可是你如果看我们最近前几天跟他讲那个什么三步 还继续涨定板 没错 4跟5跟涨定板在那边标 所以待会下半段节目回来的话 会跟大家讲说哪一些个股 或者哪一些选股方向跟操作重点 你要好好的在结算过后去做把握的行情 好所以好朋友你会发觉啊 散户常常会受到新闻媒体的恐吓跟干扰 有的时候看涨说涨看跌说跌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解读 然后一个正确的操作策略 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行情当中能够获利 这是每个人进入股市最终的一个目标 我邀请大家现在就赶快先把我们 这个忍者无敌的YouTube频道给订阅起来 因为大人哥会在我们的这个忍者无敌的YouTube频道当中 不管是您正在收看的古魔力单元 单回我们的聚宝期单元 甚至是不定期推出的大人哥玩股教学单元当中呢 带给大家非常多正确的观念 还有正确的操作策略 当然如果您手上的持股需要帮忙 或者是您的资金现在不知道 马上曾经条买什么多少条的话 都欢迎你可以直接利用我们免负费的专线电话 0800-66-8085 或者是利用大人哥的Light 小老鼠DAREN888 直接加入我们的古魔力团队 那么先做持股见解 太肉换墙之后 大人哥要带你来卡位布局要来赚的 就是我们全新一季的法人任养还有作账行行股 那么偷偷告诉大家 我们的标的选好了 等着你一起上车一起赚起来 那么今天盘面上头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加权股价指数 或者是这个贵买指数 真的是大中小型股全部一头拉股百花齐放 但是仔细抽丝剥茧 其实不拖大人哥跟大家分享的三大选股策略 趋势成长明确的了 有政策利多题材加持的 甚至库存调整完成 甚至有这个破产等等 那到底接下来怎么从当中找出标股 怎么样继续一档接一档的赚下去 交给大人哥 好那在后半段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是要先赶快先帮大家提醒一下 古魔力的这个好用的工具 因为我总是永远有不够的时间 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跟提醒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相信我们 现在目前就是跟你苦口婆心 每天在那边跟你睡睡念 因为或许你真的觉得 那个新闻就是这么容易取得 新闻告诉我我就相信什么 可是我告诉你 你如果只看新闻 你就是错过大行情 你如果只看新闻 你就是被吓到被恐吓到 那这是你要的投资吗 我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提醒跟重申 所以回来到古魔力 我给你看一下 就是今天 跳出继续跳出嘎空讯号 创下历史新高的四星KY 那因为我已经把它按掉了 所以我就是把它那个截图截下来 那你当你在盘中听到 我们的古魔力叮咚给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哦有啊有啊 你看哦把它滑下来的时候 就是滑下来的时候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哦这里有一个古魔力的那个 的通知 它就像简讯一样 这个是什么什么APP 这是什么什么APP 我一堆的APP在那边叮咚你 可是我最喜欢就是它 还是古魔力 因为它是送钱来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 在今天11点的时候 然后呢 四星KY在这边 一千一千四十 一千四百三十块 有一个嘎空 那你就点一下 这个讯息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边点一下查看 有没有 一个出现嘎空这个讯号 这是我手机画面啦 这个我们在 哎这是什么 姓氏林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位置 来继续往下看下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哦有啊这里啊 这就是世心啊 这就是一千块疯狂跳出买进讯号 因为我跟你说 一个千金股 它绝对是占上千金之后 才开始它的起飙 对 但是如果占不上千金的时候 就等它一下 那个千金 千金是让法人去敲出来的 绝对不是我们 可是如果它真的站稳千金 它就会再启动另外一波的那个 另外一波的 就是往上本一笔的修正行情 所以在一千块这边 然后呢 到今天为止的话是这个地方 一千四百三十元 也就是这个波段 那就是 43% 这个就是43%的 43%的世心 那我这边就直接给你看 如果放横的手机画面的话 那它就是42 43% 我这边还是写42亿 其实就是40出啦 反正它就是不管我是 我如果买在990 就是45% 那如果买在一千块 我也有43% 反正它就是一个四十几%的 大波段的行情 跟着股魔力 就是有这样子的 好的贴心的提醒 那就像是 我在你身边 那就是碎碎念 碎碎 碎碎给你拼那种感觉 好 随先携带大人哥 对对对 好来 所以继续看下去 那 那我就说我们那个新一季度的仰股 就是已经正在一档一档的在我们 带着我们团队赚 所以也要LINE 用0800来跟我们做相关的下询 就继续看下去的话 就是刚刚 特别特别 或是像是最近这几天 我特别就做了这张投影片 只是我就没有把个股放在里面 但是 其实你如果看我们节目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都在讲 不断不断的跟你讲 有哪一些股票 我也再次重申 我的节目里面 一定看得到超过十档的股票 对 可是我不是乱枪打鸟 我在做的一件事情是真的告诉你 委屈的好股票就是有这么多 然后呢 只是你要看的这些好的股票 然后有找到一些比较好的策略 也就是我说到的 拉回首稳 或者是即将创高 这种整理整理 然后创波段高的股票 或者是说 那个蹲下 甚至趴下之后的话 那种升VV转这种股票 这都是 现在目前你可以去做操作的 好的操作策略 然后呢 回来到政策力多 趋势成长 跟库存条案 跟需求扩产 你看我昨天才讲 那个 原态 今天的原态就创高了 这就是属于第三种 这就是跟你说到的 因为 因为下半年我跟你说过的 第一季的财报的不好 到礼拜一截止 现在开始没有跟你说 第一季有多坏 过去是了 忘记了 管他的 但是在意的就是 第二季甚至第三季 有什么样的利多会出来 因为客户的需求而扩产 因为AI的需求 而有提前敲化库存 因为政策加持的利多 而有那个 拉回首门转强 就像你看 政策加持的利多 有人说什么军工股要爆掉 没有 就是没有机会了 我就跟你说大错特错啊 今天的保一 有没有在跌破月线之后 然后呢 就来一根涨停板 有 有人告诉我说 因为那个520关系啊 所以520之后就没有了啊 不要这样子自己下自己好不好 因为这真的就是告诉你说 它就是一个大的 大的行情的大的波段的题材 只是呢 不是那种一直追 不是一直涨 因为它的数字是好的 可是我这样讲 数字好在这边 可是股价如果涨到这边的时候 它回来贴数字之后再上去 不是很好吗 嗯 所以这就是军工股 现在目前的现象 就是这就是现在目前 你看到像军工 我刚盘中在跟大家提醒的时候 那才8 6.8%多吧 中场就涨停板了 他不知道是 反正又看到我的那个 就是那个提醒之后 又继续跟着追啊 然后呢你看什么1584的 哎哎哎哎哎 不好意思 来 金刚啊今天也是一样 拉回之后手稳 再一根快涨停板 然后呢3004的风达科也是一样啊 就是都拉回下来之后 再继续想要去做转强创高 那种感觉啦 就真的就是目前的军工股的 这样子一个现象 就是创高拉回 手稳 转强 的这种操作策略其一 那政策的部分的话 我再讲两个族群就好 哎时间又不太够了 因为如果你看到今天的2731熊师 有没有就是我最近今天跟大家说到的 李行胜要注意的 对 可是他第一季啊 你看他的股价已经到190块180块了 有没有 可是呢他的获利 一块钱 那一块钱不算差 可是 可是有更好的啊 为什么不找更好的啊 来2743的三富 赚2块 股价才不到100块 可是熊师赚1块 股价180块 哪一档该涨哪一档该跌 其实法人就很清楚 因为委屈的股票 或者是说明明获利更好的股票 就该跟上去 那自然而然这种所谓的 资金的排挤效应的话 就会产生 可是至少他这个族群 就会变成是说 因为三富的领头的状况之下 你看今天的那个什么 亦飞网也继续涨停板 对 然后呢什么燦新履爷 燦新履爷继续涨停板 我昨天还说 那个这种股票 真的就是股性非常非常活泼 因为他们都是 我不好意思讲是主力 但是我真的告诉你 他们真的是 后面有一只比较 强而有力的手在调控他们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 就是请你好好的 在所谓的领头羊 去做转强 去做创高的过程之中 那这种股票的话 就是一起会去做跟上的 解封的部分 你看军工也涨 然后解封也涨 然后呢 我刚刚也给大家看过说 我们的 有没有 就是 这个 最强 2023年致富密码 生技族群 就跟德鱼一起合拍的 大人跟丸骨系列 那这片 记得再把它看起来 那我直接给你看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表格 对 我有一个表格 你看这是去年的标股 然后我告诉你说 今年他们会继续涨 这第一档就是美食 有没有 那美食为什么 因为它有血来用药 因为它在美国那边的市场 是它的极大的成长爆发的市场 然后呢我也告诉你说 有哪些好股票自己去看 没有时间了 记得先把我们的忍者无敌 YouTube频道订起来 对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按一下暂停 然后把它订阅起来 然后呢 给我们多点鼓励 就是按赞 然后把它分享出去 继续讲下去 那你看今天的 那个宝瑞 我刚刚前面说到 有没有再接近 创新高的过程 往前高卖进 对啊 那待会他下午 开完法说会 明天怎么走 我们就敬请期待 他后续的利多持续发酵 然后呢今天的美食 美食今天有涨停喔 涨停吧 嗯 我就跟你说过 他真的不是 不是就这样结束啦 你去看一下 我直接放那个影片给你看 因为他有写来用药 我继续往下看下去 好来 你看在美国上市了 好对 然后保零附近的话 因为药品啊 化妆品啊 有名区在销售啊 然后呢 保瑞的话呢 你看CDMO啊 然后呢 对 这就告诉你说 你看这三家公司 都是扎扎实实的翻倍的涨幅 而且他们这些股票喔 这真的都是有数字支撑的 这个字幕 我们还很用心的帮大家打了字幕 你自己回去看起来 那真的好的东西都在这边 都是 分享给大家的好的部分 所以继续往下看下去的话 你就发现说 有啊 这种股票的话就在 你看美食今天创高 然后呢 中化生也接近要来到 100块的位置了 嗯 然后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的就是 那个什么 乘业一 它这个地方虽然有点像是乡型 可是它乡型如果突破之后 就是你看这里有没有 有没有 整个带蛋之后 对对对对 整个带蛋 如果整个像上去的话 顺水推出 对就是搞不好有另外一个 顺水推出的行情了 好那就是这样子的观念 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就在今天的AI 有持续轮动的过程之中 就是趋势成长 哦再给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 政策力多的嘛 刚跟你说过了 军工啊 解封啊 生计啊 然后呢 趋势成长的就是AI的啊 然后呢 库存跟需求的啊 这些都是我们 常常跟大家做关注的 那你看今天的 探权加AI的麦达特 是不是在上天板 对啊 然后呢 你再看一下这些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比较像是 虎门 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 对对对对对 六七九一啦 来啦 有没有就很强 这就是这样子在涨 因为这AI就是去年 我跟你说过的 真的没有把人预估到 啊今年的话就是 大家都看到 所以 你看NVIDIA 有没有股价创 对啊 然后呢 AMD 有没有也是 创高了 嗯 这些股票就真的就是在走AI 他们就是在走 现在这时间点正在发酵下半年的成长的题材 所以这种股票真的不要担心说今天如果大盘 这确实是拉高结算 可是就算是拉高结算之后 后续的行情是用震荡的方式的过程之中的话 那这些好的股票 他们也都会轮动去做一个转强创高 那我们的会员团队的持股 也依然一档一档 然后带着我们的团队 就是好好的去把这个行情把它赚起来 然后呢任养股票 作战股票 都会在这边 就是一档一档的去做 就是行情收稳 然后个股先创高 就这样子一个想法 然后呢如果真的需要太多换墙啦 或像是持股见证啦 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可以用LINE 然后用0800的方式 那我们好好带着你把这个行情把它赚起来 而不是被新闻吓到你就不敢动 那真的好好趁着委屈的股票 还没有很多 还没有很贵 还没有涨到高高高的时候 他蹲下的时候 趴下的时候 你可以换啊 不要等到高高高的时候 到时候就跟我说 早知道就听大人歌的 怎么现在我该怎么做又不知道了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点 行情正在启动 赶快跟上我们的团队 用LINE 用0800的方式 跟我们做洽群 以上分享给大家了 不管你是要领先市场卡位布局 还是想要太弱换墙 反败为胜 都邀请您 现在就立刻拨打 我们免付费的专线电话了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加入大人歌的Lite 您可以扫描 萤幕上头的QR Code 或者是输入我们的Lite ID 小老鼠 DAREN888 加入古魔力团队 先做持股渐渐 太柔换墙 接着我们就跟大人歌 一起来赚全新一档 法人任养 还有作账行情股 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歌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歌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 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 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EN888 谢谢大家